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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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耀静老师 欢迎 王耀静老师 大家好 欢迎王老师 欢迎王老师的到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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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 今天什么身份 今天是一个特别 不同的身份 不一样的身份 不同的身份 小伙伴 这个确实蛮难的 看来是有身份的 从这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当然了 真的 很棒 很棒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今天的第二位嘉宾 也是我们宝南团的一位家属 欢迎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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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胡老师 你真是 这女演员长得还行 好 不太熟 不太熟 我心画 教我小画就可以了 提醒你一下 赶紧收房子吧 带着你浓情蜜衣的小情人 你家领导都来了 这还不去跪着迎接 这有一个心愿 希望 希望 我家领导 可以亲临现场来为我指点工作 并加油打情 没想到这么快就实践了 有点始料未及 这领导应该站中间 对 领导要站中间 可以 为什么要刻意的保持距离 对 相近如宾 不 就站在那边 又不是常驻的 站什么中间 你完了 你再说一遍 就是这样 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一遍 我要到那边 再次欢迎两位 接下来 我们欢迎开封市博物馆的讲解员李梦 欢迎 那今天的我的角色就是 担任我们开封市博物馆的讲解员 带领大家来进行参观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进入开封博物馆的展厅 来见证古城开封的独特魅力吧 好好看 为什么叫东京呢 这这地儿就是东京变梁吧 开封呢 开封呢在北宋时期叫做东京 是北宋的首都 八大古都之一啊 接下来呢 这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呢 它就是清明上河图 它的作者呢就是北宋时期的画家 正泽端 这幅长卷物我们展现了817个人物 528厘米 然后817个人物 画面这个地方呢是整幅画中 红桥处的一个建筑构建 好好看啊 在红桥的下面有两个衣服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两个人 袖子特别长 外国人吧 牙行 牙行 对 它是靠嘴吃饭的 像是 中介 中介 对 那么他们的袖子之所以这么长呢 就是为了方便 交易 交易 在袖子里面 在袖子里面 交易 多少钱 交易 袖里吞金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了 袖里吞金 袖里吞金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外厅 去看看在清明上河图里面 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发生 这就是清明上河图吗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画面上呈现的这个区域 就是清明上河图中的中心位置了 整个红桥是采用全木质结构建造而成的 也体现了我国在北宋时期的 桥梁建造技术高潮 那据专家分析呢 当时这个红桥之上 它所描绘的时间 是在古代的四十 陈四五位 那就是十点 九点到十一点之间吧 是的 上午的九点到十点的时候 正是红桥之上 百姓来来往往去赶集的这么一个场景 而在桥下正在发生着一件大事 撞船了 在红桥之下呢 有这么一艘运载着粮草的草原船只 它正要通行 但是呢 由于船工的疏忽 这船上的桅杆 竟然没有放下来 太高了 太高了 那发现这个船即将撞上红桥的船工们呢 可谓是手忙脚乱的 试图拉着绳索把桥杆给降下来 这个画面描绘的就是这惊心动魄 千钧一发的时刻了 那么这些船工为什么会如此大意 而这艘船最终有没有撞上红桥呢 大家仔细看 看看这船上的船工 以及桥上的人们都在干什么 孔 Code eso 好 什么意思 有 什么意思 我的天 这么可怕吗 住穿 看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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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人 这是个什么标志 夏妮 تھ早 有 着火了 瑟云 有点吓人 灵亮 这事要干嘛 什么意思啊 要吓人了吗 有点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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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人 古创 你们怎么都换衣服了 我是谁 我在哪里 穿成这样 我知道了 我们到了清明上河图里边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 我们钻到了画里 太像样了 这个是我们原本在的地方 是本来的那个画里面的 太震撼了太牛了 我刚一看 这个真的很厉害 刚才一回头我 我真的 吓一跳是不是 我一下子激动了 又激动了 这个场景是吗 完全复原 清明上河图里边 而且这些演员太不容易了 真的太不容易了 太惊艳了 软的那个手 我眼睛都不是软的 你们几个能不能不在这儿叨叨吗 把自己的包裹都扛上 拿上自己该拿的东西 欢迎来到公元1100年的北宋 现在是早上的四时四刻 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清明上河图当中 所描绘的曹传撞红桥 这一幕的变河河畔 大家应该看到了 画中现在有八个人消失了 而你们八位 就是这画中消失的八个人 有一些人的身上是有身份的 那拼一拼就知道谁是间谍了 看看体型 两个比较矮小的 郭麒麟 麒麟你暴露了 麒麟应该是上面那个 这个 左手边那个间谍 不可能 我怎么就这样 你看我这将军 你看上面这个 我是这个 这艘船是大宋一艘运送军粮的曹船 船上消失的六名船夫中 有两名间谍 他们不想让船上的桅杆降下 企图摧毁曹船 这两位间谍是谁的 因为他看到了 但是很遗憾 桥下还有另外一名隐藏的间谍 在那 在那 隐藏的间谍 在最远处看见了吗 对 最远处 在那边 在那边 别终点 因为他隐藏在这边 在桥下 所以没有任何人知道它的存在 而这批粮食对于大宋的军队 能否取得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 究竟这艘船到底会不会撞上红桥 还是可以安全通过 就要看你们八位了 那我们赢了有什么用呢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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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 我大宋就能打赢这场战争 这么激动的人是间谍 那就完事了 越是这么说的人 越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有道理 今天你们一共有五次可以登上曹传的机会 如果有五次可以登上曹传的机会 只要这五次当中 有三次可以登上曹传的机会 如果有三次登船的人全是好人的话 围杆就会降下来 船就会安全通过 如果五次当中有三次上船的人当中混入了坏人 那么这个船就会被毁灭 有限迭 任务就会失败 为了战争的胜利 将军要联合船夫 争取每次上船的人都是好人 而间谍则要努力争取每轮都可以混入其中 各怀柜胎 接下来我们要前往第一个任务地点 在那里我们将决出第一轮登船的三位成员 间谍 两个间谍 你就是蝶中间 你现在再回想一下他今天从头到尾的表现和反应 你们几个都不是好人 这是最后的机会 你中计了 我被你欺骗了 我看错你们了 但现在你不是好人 跟我没关系 我不是说我 我觉得你就是有问题 跟我没关系 绝对是鉴定 选所有的好人上船 完了 完了 夜正开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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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到万岁山大宋武侠城 宋代总武侠以及江湖有着不解之缘 我们熟悉的水浒传 天龙八部 射雕英雄传等小说 描绘的都是宋代的小世界 在这里我们要进行今天的第一项挑战 获胜的三位成员 将是今晚第一轮登船验证的人 水浒爷快活林 大郎吹饼 又酥又香的吹饼 大家可以把里边讲热乎的包装 快塞好多人呀今天 大宋也太热闹了 大师弟 这个场景你得习惯 我这一千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太丰富了 能见过画像中人 这儿呢 这儿呢 太花道 黄六流 我看一下 大伙子 太花贼 像不像 一模一样 皮毛特别像 大名王耀庆 小名六流 狼六流 你一定是间谍 这也是什么 黄六流 抓走吧 这个可以先抓走 关起来 翻帮进口的安牧西酸奶 过来瞧一瞧看一看 安牧西酸奶 翻帮进口的安牧西酸奶 瞧一瞧 还有最新的 都好喝 安牧西 过来瞧一瞧看一看 不好喝不要钱 那会儿就有了 对啊 翻帮进口的 翻帮进口的 还有最新的 这是波波球口味 要喝多味道 行 给我来一个 我要一个咖啡的 哎呦 来 您您一边光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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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走好 好 再见 这沉浸式体验 大侠无以为报 安牧西酸奶 留个记忆 咖啡酸奶口味 哇 哇塞 好大的阵杠啊 大场面 大场面 哇哦 哎呦 特炫的 哇塞 哇塞 他小朋友都这么厉害 我的天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哇塞 你看那小家伙 啊 哇哇 哇 哦 哦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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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一个武士世家 我们先请爸爸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父亲杨栋 她们是杨栋武馆馆馆长 省级非物质工外遗产 其实原代表应权生人 我是大儿子杨成光 我是二儿子杨成龙 我是小外甥 高医生 好帅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特别精彩 感谢四位的精彩表演 谢谢大家 接下来要进行今天的第一项挑战 向外赛 分据大家的年龄和性别 分为三组 每一组只有一个人获胜 第三个人是第一轮 可以登船见证的人 好 这是我们三个人里面 只要有一个人获胜的就行 过 什么叫只要有一个人 只能有一个人 只能有一个人获胜 咱咱俩可不是一伙的 六六 你是不是假装没听懂 六六 六流心里明白得很 六流 别走逼你肯定行 还是糊涂装 六流绝对有神罪 来吧 紫牙板 NO 小竹笋 吓了我一机灵 早说我这星期都不洗脚了 脚之后的 脚皮后也过不去 我真的我会死在指甲板上 太夸张了这个疼 我不想 我不想玩了 准备 三 二 一 准备慢 我先走一步 我在这就已经落后了吗 腿长的就是有优势 对不对 不好意思 哥们 加油 怎么还要抢跑道 怎么还要抢跑道 怎么来这个 两个第一次体验的新朋友们感觉如何 摔爽不 太疼了 太疼了 不行 回不去了 为什么 刚刚才算个心红 不是 为什么 怎么这么严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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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嗯嗯嗯嗯 哈哈哈哈救了老命了哎呦我的天呦 好疼好疼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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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怎么就他成功有掌声啊 区别对待呢 哎呀 不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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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了 哭了 啊 啊 啊 哭哭了 啊 不要造德绑架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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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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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郑凯应该有点身份 郑凯有点身份 我觉得 所以郑凯有点积极了 有点积极 有点赢得太着急了 哎呦 这么快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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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痛的 啊 妈妈 还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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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半年都过不去了坎啊 这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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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哇 哈 ? 哈哈哈 是 최亦 啊 玉空 dl 呀 郭 对 不怕 打我 你打我 你打我 打我 你打我 凯哥已经到这个了 馋 铲 铲住 对 这就可以了 要断了 小心点 行了 第一已经出现了 库库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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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 你好 2 1 加求胜心真太巧了 是的 我的天啊 都跑出去了 啊 啊 啊 哇 哇 你这可以可以可以 啊 啊 啊 后来去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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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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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杀要是间谍 真的是间谍界的悲哀 对 真的是间谍界的悲哀 他如果是间谍的话 杀人承受不了这种疼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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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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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流很厉害啊 嗯 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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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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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啊 我的天哪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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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打呢 我的脚 我的脚 这谁记的 沙哥这是第几个 第二个 沙爹 好难 沙爹别哭 不哭 欢迎加油 欢迎加油 这么疼 真的疼 不是说节目效果了 真的这么疼是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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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职赛 我 我 我也职赛 夜拍光线不太够 OPPO Reno来拯救 全新OPPO Reno4系列 邀您马上回来 一起的我 什么都挡不住 重燃2020 一起来不息 这怎么算呢 拿到鼓锤的人呢 差一点 沙哥你刚应该用葵花点穴手把他们俩点住 怎么还在这呢 太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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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疼了这家伙儿啊 我都哭了 老疼了 媳妇上 你一会儿能不能替我呀 你看那表情 你是哪一会儿呀 慢点 慢点 这没看见 不容易 我都感动了 太疼了 我好害怕 有可能你不会觉得 你想你生孩子多疼啊 不一样吧 不一样 孩子也不从脚底生出来 是不是 恭喜第二组获胜的是李晨 作为一个将军 当然要获得你 走开 接下来请第三组做准备 媳妇你坚持住啊 我怎么看你哆嗦了呢 你别逗我 嫂子这根高跟鞋比哪个难走 我想笑呀 为什么走着他身边很想笑 小竹笋 我的天哪 太难了 直牙板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当事 真哭了 这只是走 我们以前还有跑和跳的呢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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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疼了 我真吹不起来气球 在家就吹不起来 我能不能在旁边也吹了 之后放里头 好的 这是谁设计的游戏 真吹不起来 我给你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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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吹 我跟你吹 我可以吹 我跟你吹 我跟你吹 我是 带我一下 没有 是不是兄弟 你告诉我你的身份 我们就过去 嫂子都叫出海藤银来了 加油 加油 太疼了 结果先去了 这个感觉有点吓人 好疼 太疼了 没打到你头吧 没事 脚腕好痛 他们两个也太友好了 他们俩还是在聊天的 我来了 我来了 你来吧 你来吧 在一起 这个我就看不出来了 这个我就 这么估计的话 他们应该都是 好人 好人的话 就不想上船 好人也得上船 都得上船 来 你先 恭喜三位成员 获得了第一次登船印证的机会 请去你们登船的本证 去吧 三吊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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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不是很想登船 我非常想登船 但他俩实在是太慢了 我非常想登船 为了好人的胜利 我还是要登船的 为了大宋的军饷 能够及时送出 请登船印证 军粮 我要上船 本轮已经有一个坏人了 是李诚 李诚 自己说吧 自己说 只能跟大家说 我是为了大宋的军粮 你这意思你是将军 我是将军 太假了 这一定是个间谍 诚哥不擅长撒谎 全写脸上 李诚从早上一开始 就说自己是将军 哪有将军会说自己是将军 他越是这么说 他越是不是将军 李诚他不是命运间谍 他就是将军 因为李诚在点我 那意思是说我是平民 他怎么知道我就平民 警察看你的身份 我必须好人排 就是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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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拿到好人排 这一期我就放松了 下一轮得赢 因为 好人还是要上 传福 总而言之呢 不能把我身份 如果让间谍每次都上传了的话 三次之后我们就输了 一提到开封府 都会想到包青天包大人 其实开封府不仅有包者 还有欧阳修 范仲淹 苏氏 司马光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 和文学家在这里任职 这是什么 书院 写字 刚刚是比武 这会儿是闻了吧 同志们 有点难度 八位成员通过抽签 分成两组 接力从台子上穿过滚孔 拿毛笔这样或只写字 哪一组先把这个都写完 那么哪一组就获胜 这上任务将有李健老师 来为大家出题 欢迎李老师 他身边的这四位学生 会加入到你们队伍当中 帮你们一起来玩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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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先来吧 不是 等会儿 诚哥 你为什么要主动先来 勇于挑战是跑男的精神 你有点奇怪 你为什么要主动先来 我是将军 不对 咱不能跟着他不对 来吧 我是将军 不是我们来就是他们来 怎么都在 今天太奇怪了 好难这游戏 这游戏 你别赤脚会烫 还好 玩得有点大 真的 非常的灵魂 真的 请老师为蓝队出字 老师给他们出个难点的 抗屁 抗屁 我们就又认识他们蓝字了 现在李老师为我们写的 这种字体叫兽晶体 是宋徽宗不创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刚才看了 我在作业帮直播课上看到了 宋徽宗介绍 第八代皇帝 课外学习 一定要上作业帮直播课 明 明 对 漂亮 太漂亮了 蓝队请准备 三 二 一 不能太 不能太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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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尽力了 得快 成可以 嗯 以后 揮了 原本是cribed 写这样明白 太明白了 Masked 圆哥 regime 这种技能 不对 不对 有人作弊 后边的 没有 我这准备要过去 不能在那儿 那个队友 那弧星队友还给扶着呢 我哪儿扶着了 加油 嫂子 妈呀 我都走不过去 问题是 我可以骑着过去吗 可以 这算时间呢 嫂子 快 踪过去 爬着过 干嘛 嫂子 这算时间呢 嫂子 快 可以 很轻盈 坤可以 很轻盈 坤可以 坤可以 坤口安慕希 这样横着脚 两个脚蒙着来 哇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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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占墨啊 不断 这一笔 没占墨也不断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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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去 墙被撞倒了 哇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怎么突然看到了我 有一次 就是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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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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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这位壮士 here 这位壮士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这位撞着是撞强的撞 二哥你是不是发电呢 发电小老鼠 来了 这位撞是 又撞强了 无撞难强不回头 他这转的真坏 最后两笔抓紧时间 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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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这个太稳了 这一招我学会了 这一招我学会了 可以 很轻盈 坤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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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了 蓝队用十六分五十一秒 就学生这样 一塌糊涂 不是 那他们已经吸取了我们的经验 那他们肯定会特别好 你们有啥经验 有啥经验 请老师为黄队出第一个字 轻 是不是老师 可以了够了够了老师够了 这不行这不行 老师这个太容易了 好变 对变量 老师写这字真好 黄队请准备 3 2 1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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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那点啊 哈哈 这么印象派吗 天使多好 哎 天使多好 天使多好 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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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怎么嘛 可 לנו 达fern 来 来 可以 把笔交过去 笔 你要先站墨哥 你别把我脸上甩墨 都学谁 写到哪了 两点 这个屁股上 你们能不能好好的 我现在满脸满头都是墨 怎么办 看我了 什么玩意儿 你们都是撞墙输啊 这都是 哈哈哈哈 还有三笔 三笔还差啥 我现在实在唱不懂 快点 还有个下 搜 滚 滚 打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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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真控制不住 没事吧 没事 看 最后两笔 最后一笔什么 点儿 快点 好 王队用时 三分二十五秒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辫子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辫子 这辫子画得多好 你看看 一般人很难读懂 老师他们写的怎么样 写的不错 真是 老师你真是一个宽容的人 谢谢老师 老师是个好人 游戏是游戏 但是都很认真 谢谢你鼓励 谢谢 谢谢 恭喜黄队暂时胜出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从你们四个人当中 通过一项小任务来决定出 谁可以决定第二轮登团的人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穿针引线 穿针引线 四位成员站在这个甩支机上 然后进行穿针引线 我就为了上这船你说 所以这个是对他们的惩罚吗 这个我觉得对胖子有利 因为胖子的肉会帮助减震 真的我觉得我现在我的双下巴都在震 对胖子有利会帮助减震减震 对胖子有利会帮助减震减震 对胖子有利会帮助减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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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了进去了 进去了 进去了 哎杀义了 哇 哇 哇 哈哈 上次又说平时干真线活的我跟你说 还在走 不是 还在走 我这还得打个结 打完结了之后 我还得在这挠两下之后 临行秘密封 哈哈哈哈 恭喜杀义哥获胜 你来决定第二轮哪四个人可以登船 请允许你们登船的凭证 四串红钱 还有一个OPPO Reno4系列的奔跑吧限定礼盒 今日开售 一起热爱奔跑吧 RENO4 ROPO限定礼盒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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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看你们Pro是什么 哈哈哈 手机 蓝色还有一个情侣款 红色的 所以你要送我一个吗 必然的 全议考一年最平显 最重要的是这个 健身用的 运动手环 回头一人一个啊 我送 我送 现在我们就要重新返回虹桥码头 准备登船验证了 我就到现在为止啊 我可能我比较信任的 比较信任的是宝贝 我最信任的就是宝贝 我最信任的就是宝贝 但感觉诚哥也比较中厚 而且一般不会给诚哥分配这样的任务 我认为 我觉得李承是间谍 诚哥都写脸上了间谍 诚哥就是间谍 绝对 我觉得李承总是很想希望别人他以为他是将军 但我一直都觉得他应该是 就是 只是想混淆是挺 我觉得 反正我有一次上船的机会嘛 无论如何我都有一次上船的机会 今天那俩间谍 谁相互的接触要多呢 没看出来啊 没看出来啊 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十大船市名画之一 而船撞红桥则是画中最为核心的故事 你们八个人都有两名间谍 有一名将军知道这两位间谍是谁的 还有另外一名隐藏的间谍 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存在 你们一共有五次登船的机会 每一次上船的人都是好人 那么全场会亮黄灯 而且桅杆会下降三分之一 如果上船的人中混入了间谍 全场会亮红灯 并且会显示间谍和好人的比例 有三次上船的人中全是好人 那么桅杆会降下来 这个船会安全通过 五次上船 每次上船的人数是递增的 那难度越来越大 今天的将军有一个特权 当将军觉得这一轮登船的人中有间谍 他可以取消任意一次验证 就有暗号 喝一口安慕西 特别提醒一下将军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 因为最后间谍还有一次刺杀将军的机会 一旦间谍刺杀成功 则好人方依然会失败 将军该给点信息了 只有将军知道这俩间谍是谁 这将军一 你这么好奇将军是谁 将军一天一天 有点问题吧 如果前三次间谍都上去了 间谍就赢了 是的 五局三胜之一 那会儿间谍就可以主持工作了 啥意思 你俩怎么老想着间谍赢啊 他们就内心当中想着他们会赢 有点明显 将军一定要藏住了 接下来 请第一轮任务中获得铜钱的三名成员准备登船验证 我先提前声明啊 刚才 你不要一直混淆视听 在上传之前说我是坏人 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很多余苍白 何必呢 说这句 有点密 这里头肯定有间谍 你就开始几个了 请登船验证 真真甚的啊 三位 再见了 老三位又聚到一块了 哥 你不用再演了 真不是我 我觉得三个人可能都是好人 我们三个人 这里呢最少一个 要俩就好拍了 让人很紧张 好有意思 好有意思 搞得这样好吓人啊 见谍应该是最害怕的吧 你 我是好人 那我真的不信你 请将牛骨插入验证台 你上一次这么信誓旦旦告诉我 你是好人 是牛骨不是铜钱 牛骨在边上挂着牛骨 这是什么呀 这至少也就告别见谍了吧 为什么是牛骨 这是牛骨 我 吓死人了 验证开始 把他们都抓走都是坏人 有间谍 有间谍 红色是不是有间谍 完了 是你 完了 郑凯 你垮了 把他们都抓走都是坏人 现在公布船上成员身份比例 两个吗 两个 两个间谍 两个间谍 好 这姐们精彩了啊 一共就仨俩出来了 跟我一开始猜的一样 就是凯哥跟陈哥 天哪 陈哥 凯哥 我也没想到你 天哪 好吓人啊 第一轮验证结束 请返回马头 今天白天这仨人都信誓旦旦的 闪着自己无辜的眼神告诉我自己是 我看错你们了 难怪他们刚才这么努力的要赢 真的藏的太深了 我只能说你们这一天 交代吧行了 你们三位每个人说一说 然后证明自己不是间谍 要不然陈哥可以放弃这个环节 因为他肯定是间谍 听什么都可以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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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这样 我跟你讲好人是好人的逻辑 好人一定会帮着好人玩 不不 陈哥其实今天一直都是在以间谍的逻辑在说话 我间谍是想找到铜 找到你们的 你找到你间谍的铜 他也是什么小说 真不是 他也是什么小说 真不是 像之前他就开始顺踩我的 他从来没有踩过郑凯 对吧 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凯哥不是 那可上面有两个人 如果我是的话你肯定是 我之前一直觉得凯哥不是 但是当我看到结果的时候我吓一跳 但是好像是从面向来说 郑凯已经缴械投降了 是 不做无畏的牺牲和挣扎 说是间谍 我就是间谍 我就是间谍 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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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咋的吧 咋的吧 间谍也是银 是银 他们是不会给我这个身份的 你放心 身份是什么 我的身份是 哎呀 为什么要让我当坏人呢 不行啊 我换一下啊 然后再让我当了 快退回去 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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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退回去 哎 神刚才还试图着要跟我相认 嗯 暗戳戳的说了一句 他们赢不了 所以我刚想说 对 嗯 不行 套我话呢 不怕 你第一轮 第一轮没hold住 跳出来了 我就是 你又不是没崩过 哈哈哈哈 怎么的 我的智商 连这个都要跟我强调一下吗 人都是会成长的吗 现在最关键的是我这 我告诉你我这一关 对看你怎么选 我现在我准备在你们仨当中 我找一个戴上去 戴上去 戴上去 我抽一个我戴上去 你把我捞上去试试 你不就知道他俩是不是了吗 怎么样 我这样智商 怎么样 我这样智商 等一下 哥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赢的办法 是要让好人上去 你别你们 咱们 咱们 你们俩别互踩了 真的啊 在剩下五个人里面选四个 就会知道说 剩下的那个人 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咱们厌不厌他们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就不用考虑待人的事 你就是谍中谍 别狡辩了 他踩我 他就肯定是谍中谍 相信我 随便 因为他们彼此之间 肯定互相知道 你懂我意思吗 应该感觉到了 绝了 其实老实说 我为什么想 带他们一个 我觉得陈 我相信了 因为我相信了 我觉得 我就能保证 我一个人是准的 沙子姐 你知道陈哥是间谍的概率 有多高吗 现在是要让好人全上去 让好人赢 你俩少说两句 行不行 俩间谍在这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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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有问题 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马上会进行第二次登船验证 我已经有我自己的打法了 郭麒麟 我渴 好激动 你带我 凯哥非常 非常 我们试个 那我给你个建议好吗 你把给陈哥的那个东西 给王老师 你不要带陈哥上去 浪费了一个机会 真的 那你们相信我吗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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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要向哥 给要向哥 不当牛万一输了怎么办 不当牛万一输了怎么办 我不给 你给上来 是我赢了 哈哈哈 你认真你认真赢了吗 你给这给那一个 我那不是多了 是多了 这捅不进去吗 你给的就给 那现在还是诚哥 将军可以准备用机会了啊 我觉得 就这一轮肯定是红的 请登传验证 呀呀呀呀 沙子姐肯定是坏人 他这个选择就是坏人的选择 我觉得有可能有俩 肯定有俩呀 肯定有 首先李晨肯定是 还有一个在这呢 如果要验出俩间谍 其实咱这把基本可以 怎么可能有两件的呢 你不是吧 沙哥我真的天地可见 我是啥呀我是 请将牛骨插入验证台 插有光的 小心啊 验证开始 如果2比2有精彩 就是2比2 现在公布船上成员身份比例 好 哦 哦 啊 极了是谁了吗 看吧 啊就不应该带诚哥上去吗 你不要带诚哥上去 这个就赢了一轮了吗 我觉得现在将军得夫说话了 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 还有一轮 沙子爹 你后不后悔带诚哥上去 但是我不知道是他和他 我是对你有过怀疑 但是这个决定真的做得不对 哈哈哈哈 我刚刚就说了 这是你会遇到的困难 三个好人一个匪 你怎么去判定说 到底是验的验出来了 还是说剩下的人里面有一个是匪呢 你如果刚刚选择剩下五个人里面 你挑四个 对 一样的情况你最起码知道说 剩下那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对 我刚刚跟你说了二十分钟 说叫你不要选诚哥 但是你坚持了 你中计了 你这家是真的假的 他开始运降情绪了 就是刚刚其实他已经说到自己很暴露 他完全暴露 我在这边坐着我都已经能感觉到他就是那个间谍 但是也有可能如果你是坏人 他们俩当中有一个是坏人呢 对他俩有一个是好的 我被你欺骗了 看 这样 特别简单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三个里面这个比例特别高 就一货玩的时候千万别让我们仨赢 我也不会让他们俩赢游戏 诚 诚 诚这一番话真的给我说清 请打动的 请打动我都有点感动 我觉得 老坚俱华 我觉得诚哥这一季进化了 真的 如果你觉得诚是好人的话 那你们三个里面谁是间谍呢 你给人问住了 可能是我 是不是早晨我是间谍 我忘了 你再看看 你再想想 我再想想 我真蒙了 现在跟我说的我真蒙了 前两轮验证中都有间谍 如果第三轮还有间谍的话 船夫就失败了 这座船就会被毁灭 所以第三轮至关重要 第三轮只有一个人可以获胜 获胜的这个人可以决定带谁上船 这一轮可以有四个人上船 接下来请大家移步到 新明上和园的大师坊 好累 好累 但是老沙呀 真的 我真的想说老沙 脑子真的很糊 就 谁子都听 太难推了 推得我都头疼 头疼 你说我这逻辑其实没有错吧 这逻辑 我认准的四个人 我觉得板板能赢啊 这局 这什么游戏啊这是 感觉好难的样子 作为一名合格的船夫 拥有平衡感非常关键 所以这项任务的挑战为 金鸡独立 单腿站立在木桩之上 鼓声响起之后 每十秒 木桩会缩小一圈 停留在木桩上时间 最长的一人获胜 这个游戏我应该能赢 第一组请就位 三 二 一 二 二 一 一 二 我 啊 那我怎么下来了 你是用脚尖 真金鸡独立 可以的 我不敢 下来了 跳下来 跳下来 他不敢下来了 那估计要赢了 跳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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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跑 跳 跳 好吓人 可以 棒棒 这么久 40多秒 40多秒 我告诉你 郑凯如果赢了他选人 全天游戏就结束了 你们真的这么相信陈吗 他就不是好人 请就位 准备 2 1 这就不行了 这就不行了 稳住 别害怕 其实 但其实害怕是好事 我就是因为害怕才在上面呆了这么久 不敢下来 不敢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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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 这个 啥子我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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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 这个 没想到贝比也怎么 你 太难了 贝比可能是最长的 贝比多长时间 40 40几秒 40几秒 陈儿说这句话就是他要时间长 因为他就不是好人 第三组准备 我不行我平衡能力差 你个高重心高 真的不行 现在都快掉一下 哎 哎 不行就跳啊 哎呦 跟我一样我们在家就俩 你也不行 我也不行 你这时间没卑微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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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完全是真实 没有运气成分了 这个 坤儿 加油啊 好 就看你了啊 你跟麒麟你俩谁赢都行 干他一分钟 用不用把脚现在跟那铁柱先焊着 这样 哎呦我好想上厕所呀 我特别紧张 请就位 对 漂亮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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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当中坚持最久的是Baby 用时42秒97 恭喜Baby 获得这一轮的决定权 游戏结束了 游戏没有结束 我赢了 你拉倒吧 你就这么相信陈 不相信我吗 不用再演了 这会儿 这会儿还演啥呢 都已经结束了游戏 什么游戏就不会结束 你这个坏人还在这说我 游戏这一轮绝对不会结束 因为将军可以取消一次验证的机会 将军有一个特权 他可以取消任意一次验证 已经连输了两次 将军看到这里面 不管有没有间谍 他会取消 他可以取消 所以游戏绝对不会在这一轮结束 好吗 将军得出来了 现在我们要返回码头 进行第三轮验证 靠你了 将军 你知道是刚刚是谁告诉大家 这一轮游戏并没有结束吗 那个人就是王老师 所以他就是将军 王耀青老师试着将军的身份 应该是挺坐实的了 我觉得将军应该是王老师吧 今儿这将军有问题 真的 今儿这将军一点信息没给我 今儿我跟你讲 我很辛苦 很累 我一直在分析 虽然没分析对的我 请第三轮游戏获胜的BABY 来决定这一轮你要带谁上船 单纯从逻辑上来说 前面三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是非 对 你带了一个上去 现在结果是三个好人一个坏人 你分不清是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是好人 他们俩是坏人 我们四个人当中还有一个坏人 对 相信我一定是这个逻辑 对 但我确定我自己是好人 你再仔细确定确定 我可以不上船吗 我可以选几个人上船吗 如果你真的是好人的话 你为什么不上船 我是坏人的话 我当然要上船了 我就是想选所有的 大家公认的好人上船 所以你愿意不上船 我愿意不上船 你愿意不上船 这个事挺好的其实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愿意不上船 然后就找大家都公认的好人 然后将军就不要取消这一轮 你这个让我有点动摇 怎么 你到现在还怀疑我吗 你觉得李诚是好人吗 我已经在摇摆了 开玩笑了 你真的觉得李诚是好人吗 我的天哪 行吧 行吧 就你刚刚这一番话我信了 如果你真把这个事做了 那就一定是诚哥 不行 必须得上 必须得上 但你刚刚那个发言就够了 那这样吧 宝贝 你要带我上去 嗯 然后再带嫂子和麒麟上去 带我 如果宝贝是好人的话 这一盘好人就赢了 将军不用啊 我的妈呀 游戏结束了 你们确认是这四个人登船吗 确认吧 请登船验证 将军千万不要用啊 将军 将军你可别用啊 将军要是用了 挺可惜的 我是觉得 是吗 太紧张了 我现在有点相信卑鄙 请将牛骨插入验证台 将军命令 本轮验证取消 将军用了 为什么呀 将军不应该用 第三轮将军为什么取消 我真的有点 我就很纳闷 这将军为什么用了这一次 将军肯定知道信息嘛 因为你们上传的里面 肯定是有见点 将军是不是搞错了呢 不可能 将军是傻子呀 将军是知道你们身份的人 不是 因为将军不知道隐藏的那个人是谁呀 如果他们俩确定是坏人的话 那诚哥肯定是好的 现在就是我们四个人当中找一个坏人 还有一个坏人 对 行 那如果你是好人 你干嘛还选间谍上去吧 我觉得那三个都是好人 这都是好人为什么要用的 这都是好人为什么要用的 将军是可能是觉得 宝贝你呀 有危险 所以他还是保险期间用了 但其实你是好人 说实话 很想当个好人 但是我就知道永远会给我身份 间谍同伴们 你们见到宝 说实话 这里面除了卑鄙谁我也不信身份 为什么 直觉 六流绝对有身份 行动诡异 通常两个间谍就会互相残 对 对我说中了 我不敢下来了 卑鄙多长时间 陈儿说这句话就是他要时间长 因为他就不是好人 我最信任的就是卑鄙 不用再演了这会儿 这会儿还演啥呢 都已经结结束了游戏 什么游戏就不会结束 你这个坏人还在这说我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愿意补上船 然后就找大家都公认的好人 就你刚刚这一番话我信了 其实我们这三个里边有两个 你就在剩下的人里面 在剩下的人里面选 对会比较安全 天呐 陈儿哥 海哥我也没想到你 天呐 来 来 船夫 2个吗 2个 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各位成员 由于第三轮验证 将军使用了取消验证的权力 所以刚才的验证视为无效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意见投票 最后得票高的那个人 可以决定下一轮登船验证的成员是谁 这样 觉得谁最没有嫌疑的那个 我们就最保险的那个投他嘛 我没有嫌疑 那最保险我觉得 要庆是最保险 要庆哥最保险 可以 好不好 好 我想带的人是谁呢 我你 耀庆哥和老莎 这是我要带的四个人 我现在发现只有你的逻辑是最好的 我可以投你 你也可以选我们这四个人 投我选我 我也 咱们四个 要选我我也选这四个人 我真的 我要争取一下你们投我一把 投我一把 投我一把 真的 我会带一批好人上去 全部都是好人的 你带我吗 那你就有可能带的不都是好人 我会带嫂子和麒麟上去 你俩也投我 你带谁 带他俩上 我俩是最有嫌疑的 不能带我俩 你俩没有嫌疑 就冲你刚刚那句话 你就一点嫌疑都没有 如果你是间谍的话 你不会把嫌疑往自己身上懒 那带我俩就算了 好了 那算了 天啊 郭麒麟你怎么了 郭麒麟 真不能不能投一顿 不能投你 你现在最混乱了 不能投你 你会带错人的 你都没想清楚 我想得很清楚 现在所有的间谍都会投他 所有的间谍都会投他 我心目当中的好人 认死的蔡旭坤 胡可和李晨 和我自己 那我就投李晨 那我先哥哥吧 刚才说好的 那我先哥哥吧 刚才说好的 李晨的逻辑是最清楚的 如果不是我的话 我觉得他带人上船 比较好 我一定要放心 王耀庆老师 应该是 将军吧 那既然已经找到将军的话 必须要自杀他 他 在公开 坚坚 我投给我自己了 我投上去归 因为他是个小红豆蛋 因为他是个小红豆蛋 我投到他去归 哇哇哇 啊 好 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刚才的投票结果 我 你投的谁 肯定投坤 他觉得坤糊涂 我投的是王耀庆老师 这是个拉倒吧 全是戏精的 谁以为也看不出来 蔡徐坤一票 凯哥投的 我投的 蔡徐坤两票 卑鄙投的 李晨投的 我没投 我投的是邀庆哥 李晨一票 陈哥竟然有一票 李晨两票 李晨三票 王耀庆老师一票 蔡徐坤三票 为什么都投给我 开十分四票 统计错误了 统计错 一共八个人统计错误了 怎么会是我 快 请领取你的铜钱 来决定哪四位成员 登船进行加油轮验证 让我想 最后再捋一遍 最后再捋一遍 想好了 快 输了 肯定输了 不能投你 你会带错人的 那你就有可能带的不都是好的 tak 你都没想清楚 加油 别有 弟弟 你是好人 我妈呀 游戏结束了 结束了 你选我 你选我 what 啊 哇 输 沙哥 漂亮 漂亮 不可能 贝比 你跟我说实话吧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是迷夫 你为什么接吧 传夫 我在想 我要说我是好人 还是说我是迷夫 还是传夫 确定啊 确定 我会带嫂子和麒麟上去 你俩也投我 我俩是最有嫌疑的 不能带我俩 你会带错人的 现在所有的间谍 都会投他 这一轮肯定是有坏人的 否则将军不会取得上 不可能取消昆坤 如果里面没有 他就唯一的一次机会 他不会取消的 我一直以为是将军搞错了 但既然将军他知道 谁是间谍的 那也就是说 第三轮的四个人当中 是有间谍的 那么 贝比也就是坏人 诚哥 就是好人 也就是说 麒麟跟嫂子中间 有可能也有一个 蔡徐坤 四票 有可能是因为我提到的名单里面 是有间谍的 所以 间谍很开心的 请登船验证 行啊 小伙到最后不糊涂啊 我差一点被贝比评 就差一点 请将牛骨插入验证台 这王灯 王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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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没错吧 来 事实剩于雄变 来 出 力挽狂澜啊 昆昆 哎呀 不简单 伯母 现在明了我告诉你 不是你就是他 你俩 跑不了你俩 你是不是 你要试我 这心都碎了 我 要试我 我不跟你扔个狐狸 自己想吧 好 那我们前三轮的验证结果已经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两轮当中有间谍 有一轮当中全是好人 所以马上我们要前往第四个任务场地 来争夺第四轮可以登船的资格 我们第四轮要登船的人是五人 现在前往第四个任务场地 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到了北宋 火药技术有了迅速的发展 接下来大家挑战的项目叫火树银花 成员戴上眼罩 听声音辨别导火线燃烧的位置 在最接近引爆点拉下推杆的人获胜 如导火线未及时熄灭 则身后的冷焰火会爆炸 然后这个是冷焰火是安全的啊 没事 请点火 请点火 好像很近啊 他不会销到我吧 烧起来了 完了 好难啊 这么大的火啊 加油啊 加油啊 拼了你这样 加油啊 拼了你这样 拼了好近啊 漂亮啊 所以恭喜 昆儿 你这一轮获得了 可以选择 哪五个人登船进行 第四轮验证的权利 现在 请刚才的获胜者 昆儿来决定 这一轮 你要带哪四个人上船 他是男的 他和卑鄙是男的 老队伍先走一波 来 F4啊 F4 F4啊 F4 开封 F4 先拿上一吊钱 关键的选择很重要啊 要给我啊 要给我啊 你要这样的话 咱可 天亮降了啊 怎么了 怎么了吗 慎重吧 怎么了 慎重吧 有什么问题吗 慎重吧 都晏过了 都晏过了 你 你 你知道亲属 在法庭上不能作证吗 你要相信你自己的选择 你听他 听陈儿哥的 你上 到最后了 咱俩是明白人 我觉得应该相信 伍克老师吧 我觉得应该相信 理由是 各个游戏环节的求生欲 其实并没有那么强 你懂吗 因为他们是要求生的 他一定要赢 你懂吗 他在拼呢 他在拼啊 你 你 你 没 不简单啊 你 没看出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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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拯第一 因为我知道你们F4里有F2不信任我 所以我只能整 不是 我觉得你会信他们俩 你不会信我 不要听他的 你已经很近了 他求生欲太强了 在最后的时候 你在他前 你在他前面 他还在要赢你 我觉得昆 你也甭听别的 坚定你自己想的 你想给可姐就给可姐 想给我就给我 坚定你想的 他先说的是想 只是像他 你已经0.8了 后来又拿了一句 还在这摸一句 如果我是你队友 我自动放弃 我一找 我就把这游戏结束快一点 让你赶紧选择 他也赢 你 因为你已经稳赢了 我没必要再跟你去争那个第一了 好了 兄弟们 其实我就早就做了这个决定 咱们就按这个走吧 上门吧 你确定吗 昆冠 我确定 走吧 翔哥哥在玩下游戏 你这你再想想好 我确定 你再想想好 他已经把我给蒙了前半场了 你再想想 现在又来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你真的要再想一想 胡可老师 你要不要再争取一下 因为我从来不说服别人 因为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可是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我不改 我还是相信玲玲吧 不改 好吧 来 好吧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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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简单 不简单 快 我希望我能还有机会混进去 如果下一轮能混进去 我们就赢了 并且拉一个可以当电背的 我太聪慧了 各奖面 没有 就你们俩 我们没有暗号吗 都这样了 还有暗号吗 老沙 老沙 杀了再说 说你最傻 我不改 不改 好吧 走 上转 请登船验证 完了 恭喜你们二位 恭喜你们二位 荣登胜利的宝座 完了 输了 你真的在想想 完了 我没机会了 没机会了 已经输了 输了输了 是 道林的是那声 尖别 李崔的脑子 从头到尾都是 还在团团转 都是糊的 还在团团转 验证开始 我没有机会的 有机会了 还在团团 没有机会的 还有机会呢 名字 如果可以 怎么办 什么 反正鹤 我看 大叔太 不我 不要跳船 不要跳船 我操怪你 你仔细冲 看我剪乐的 你仔细冲 看我剪乐的 带我 带我不是 我觉得就是你 你我是从来没回 你有点太信任符合点 别骗我了 你是不是见面 你猜 我觉得我媳妇我相信她 那你像这么多年夫妻 她就天天骗我 我还傻子还傻子 就那呢就那呢 媳妇 咱一家儿子直上都跟不上 老婆 你说你不是 我就从你的眼神当中 绝对确定 这就是这么多年夫妻的 那种感觉 你是不是 你要是我就心都碎了 我 我 对不起啊 是我笨的 老婆 你跟你说 我同意 媳妇 你又不许骗人啊 恭喜你们 陈哥 恭喜你们 不是 我们这俩年纪最大的 最糊涂 太能骗我们了 我什么都没说 游戏归游戏 我们都是被逼无奈的 对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局 不知道 我们快点通过 装不住 对 目前两方阵营是打平的 接下来是最后一局 我们要通过一项比评来决定 谁能拿下最后一个登船的权利 加油 拿下这一轮登船权利 就等同于拿下了胜利 最后一轮的任务就是 谁能把三颗乒乓球 吹进这三颗草里 用时最短的人获胜 胜负之战 如果我们赢了 就带三个间谍一起上场 请就位 小心 没事 别着急 厉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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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完成 力 用时队转十六秒三六 恭喜将军和四位船夫 梁传的桂杆已经顺利降下 没有撞上红桥 好棒 但是今天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三位间谍 你们还有一次刺杀将军的机会 只要你们精准地辨认出 他们当中谁是将军 依然可以获得今天的胜利 我们已经有答案了 我们已经有答案了 有答案了 早就有答案了 早就有答案了 可以用排除法 就是所有 不知道我是间谍的人都不是将军 不知道我是间谍的人都不是将军 肯定不是陈儿 也不是他 也不是坤儿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而且其他的人都在辩解 将军就不辩解 灵灵是不是就是你 灵灵现在是不是很紧张 不紧 就一点不紧 没什么关系 那现在请指认 来 来 一 二 三 来 谁 谁啊 王老师 谁啊 王老师 王老师 跟我没关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我妈呀跟我没关系 你们再考虑一下真的 没事 没事 不用考虑 不用考虑 确认吗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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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撕吧 我们俩看看 好 我们看着 来 来 一 二 三 这面镜子 它是一个单面镜 哦 对 两名间谍 等会会在这接头 这种感觉特别是我 就是偷偷地看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我在看他们 好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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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好大 输了我就不就变成笨蛋了 我真是 带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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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们俩确定是坏人的话 那陈哥肯定是好人 那坏人就在我们三个人当中 有一个事 我准备在你们仨当中 我找一个戴上去 戴上去 戴上去 他是在给你引导 他已经名间谍了 还有还听他 分析啥 但我就觉得他像好人了 真的 哎 嫂子一定不是间谍 我跟他聊了很久 我很相信你嫂 依据你 依据多年夫妻的持久 那那不就怀疑他了吗 变成 你是不是你还害了他 郭麒麟你怎么了 郭麒麟 你是好人吗 在麒麟这是事要说啊 这个将军啥时候给点信息啊 累死了 非常地懊恼 我真尽力了 把这鼓勒剪掉啊 显得我睿智一点 带不动 带不动 不对 一二三 传夫 你这么惊讶干什么 我说什么来着 将军 是怎么发动技能的 我一开始啊 取消验证的技能 是喝一口安慕吸 并说一句 我现在好紧张啊 才能取消登船 结果凯哥直接说 那我觉得应该就是喝一口安慕吸 我当时都傻了 喝一口安慕吸 我当时都傻了 我当时都傻了 我说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取消验证 然后改成了摸鼻子 他金棘独立一赢 我站在那个场地 我就开始摸鼻子 哈哈哈哈 恭喜今天的好人阵营获胜 发热 发热 哎呀 吓一跳啊 逃船呢 将顺利的通过红桥 这些军粮 也将送到边关 哇 大送五 你们将可以获得 有MT为你们准备的 薄金版的清明上河图 很珍贵 这个真的很美 这比小黄剑也有意义 奔跑吧 爱梦 哦 欢迎大家来到奔跑吧 时装周 跟背景反好 让我们有请 奏秀嘉宾 不会吧 身上还穿成这样 太精致了吧 我的妈呀 让我们有请 出场女嘉宾 上微博 参与奔跑吧话题互动 助力奔跑家族解锁 精彩花絮彩蛋 欢迎到了优酷 腾讯视频 爱奇艺 近日推套 蓝地价官网 中国蓝TV 腾讯看电网 云娱乐 中国新闻网 中国网 中国新电网 国际在线 Darker 三六娱乐 中华网 YF1 Nios 签证为优 鸡瓜子 FallFence 中华万年利 喂饭等平台 了解更多节目资讯 感谢首期娱乐 门后合作 新浪娱乐 快速了解节目信息 上腾讯 新浪现物后端 新浪现物后端 网易新闻 We run for the dream 云中我也在奔跑